这期是特别影片啊 不讲故事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先在这儿祝我自己一生生日快乐 我指的是录制的当天 当然如果你祝我生日快乐 我也非常感谢 每年到我生日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次加更 去年是北极怪谈 前年是一个独评论 今年的比较特别 会跟大家聊一个新的更新计划 因为我是一个单机游戏的爱好者 我很喜欢游戏里面 稀奇古怪的精彩的故事 所以我在年初的时候 就试着做了一下 孔游十一路这个系列 可是大家看到 这个系列确实没更几期 一是因为我跟凯文的 身体状况的关系 二是因为把游戏故事 放在怪谈频道里 总觉得怪怪的 就这么说吧 听怪谈故事的朋友 可能不想看游戏故事 那喜欢玩游戏的 可能又不想听怪谈 那来来继续 我们也没有办法 去定一个比较好的档期 也就这个系列搁置下来了 可是呢 我又确实想跟凯文一起 把大家喜欢的吧 我自己喜欢的一些 很精彩的游戏故事 继续分享给大家 不管说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冤枉也好 还是一个什么样 作为游戏爱好者的执着也好 总之还是想把这些悬疑的 惊悚的故事分享出来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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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没错 今天开始 孔游十一路这个系列 就要慢慢的下架了 但是呢 它会以一个新的形式 在我们的新频道 大范的游戏档案 和大家见面 如果说大范的怪谈酒馆是我的大王 那么游戏档案肯定就是我的二胎了嘛 如果你是我的老观众 你可能已经意识到我这个反复贪玩的个性又犯了 因为我之前欧美怪谈讲人讲人可能就要来一个日式传说 那灵异故事讲人讲的可能要来一个多人电台 因此我终有一天开这样子一个新号 可能也在你们的预料之中 毕竟我趁着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这还不完全是我一个职业或者说事业 我还是想多试试看 看看我有没有可能把我自己的游戏 喜欢的游戏也做出来 跟我的朋友一起把它呈现给大家 慢慢的做成一个新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各位能忍耐我这样的任性啊 其实我和凯文早早就已经构思好我们想要做的游戏类型了 比如说山水画风的像素悬疑解密游戏《山海旅园》 或者像黑童话一样的恐怖二地游戏《芙兰的悲惨之旅》 以及把我们之前的Too Dark等游戏也会重置 和大家在大范的游戏档案跟大家再次会面 所以没错 今年的生日依然是有加更 但是不是在怪谈酒馆这个账号 而是在另外一个新的频道加更了 Kam和我就决定从哪个游戏开始的 我们就从哪里再重新来一次 所以今晚六点半 大范的怪谈档案我们继续一起 重燃烟火 如果你是一个想感受游戏魅力 游戏故事 游戏精彩剧情的观众 那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新的频道 跟我们一起回到清潭镇去破案吧 如果你们有什么喜欢的 《学艺惊悚》类型的游戏 或者是剧情特别好 故事特别棒的游戏 也可以欢迎分享给我们 推荐给我们做 好了各位 那新频道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